他父亲年轻时借过一人很多钱 以后很多年没有能力偿还 钱那个人也去世 现在父亲有八十多岁了 幸福了 想弥补 可也找不到他的后人 父亲想在佛门里借钱 我很支持 可他不相信我 想听师父说 这个事情 能有这个心就很好 这是一个觉悟的心 如果遇不到他的家人 可以拿这个钱给他做功德 回向给他 这是很好的一个做法 那么做功德最殊胜的办法 印光大使教导我们 印金布施 印诵善书布施 用他的名字印 这个功德是他的 用他的名字印 那你欠他多少钱 你把这笔钱全部拿出来 印佛书 印善书 那么现在呢 做这个奖金的光碟 西地为西地都一样 这许许多多人都能得到真实利益 所以印光大使一生 他所收的供养 他是全部拿来印金 他不做其他的事情 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我们去他时间很远的 没有见过面的 他一生做出这个样子 让我们看了去觉悟 这是末发时期 真实功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